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美眉生活说 当我们去加油时一些细心的朋友会发现 经常会有一些加油站的员工在加油的时候都会使劲的 钻捏拿加油枪的动作 问那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他们会说这是为了防止燃油反喷溢出来 但有些网友却说这是加油站的猫腻 目的是为了给车子少加点油 那么事实又是什么样的呢 小编从一位从事多年加油站工作的朋友那里打听到 据说加油机是可以坐手脚的 给消费者少加点油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 当加油员在加油的时候会突然的停掉油销 然后又打开又停掉 这样繁复几次油内的压力就会突然增大 加油器上的计量马表就会转得特别的快 建议各位在加油时一定要下车看看加油人员的操作 如果看到他们有这个小动作就可以适当的提醒他们 让他们加油时不要中间停顿 你这样一说他们就会明白的 不过这种现象大多数是在一些小的加油站 如果是大的加油站是不会存在坑害消费者的情况的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 不过小编建议大家去加油时还是选择一些正规的 幸运度高的加油站 不仅可以保证油的质量也不会出现少油的状况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请点击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